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给它烧滚了来卤 换句话说用这个稀一点的 薄一点的 不是很浓 很咸的卤汤来卤这个猪脚 那么也要把这个卤汤先烧开 然后呢再放下来 放下来那么就用小火 滚了以后呢就改用小火 改用小火呢慢慢地给它来卤 这个卤呢也就是煮的意思 但是呢火不能太大 用这种已经很多这个无香料和这个调味料在里面来煮 我们都叫它是卤出来的 那么这里呢已经卤好了一份了 这个卤好了的就是说这个带筋的部分 以及连这个皮的部分都够烂了 就算是卤好了 这个时间呢是不一定要看你买的这个猪脚 它是老猪还是小猪 而且呢看这个切的块的大小也多少有一点影响 那么这样子煮好了之后的这个 要做这个吃之前 这个做酸泥的这个猪手的时候呢 你就要给它切成这个小条或者是薄片 大小没有关系 你就要把这个骨头先拿掉 那么当然也有的人喜欢啃骨头 实际上呢小孩子吃的话 这个不要带骨头比较好 那就把这个肉的部分呢给它这样子提下来 提下来 皮和这个筋是很好吃的部分 就这样子给它这个全部给它拿下来 骨头呢另外放 我现在切好的就往这边放 那么到底用几块也不一定 就是看这个家里的人的多少 这种瘦肉多的地方 这个肉要切成这个片 要切成片 爱啃骨头的大人的话呢 你把这个大块一点 每一块上带一点骨头都没有关系 否则呢就要切成这样子小条 这个一口能够放得下的这种大小 吃起来不会很麻烦 这样子的话呢就很好了 都给它肉提下来 这个里面呢也可以放一点配料 好比说把这个笋片 笋子煮熟 给它切成片 一块来拌啦 或者是芦笋啊 青钢菜呀 甚至于这个西洋菜 给它烫过 都可以拿来拌的 有的时候没有呢 夏天的话呢 我们都用小白菜来垫底 也不是不可以 好 这样子切了 看人数需要多少块 要多少这个量 你自己来衡量确定 然后呢就切 不一定要卤了多少 全部要切多少 那么剩下的还可以下一次再用 这样子有皮有筋啊 有瘦肉 这种的是最好吃的 像这种的连皮带筋都有了 带点肥的带点瘦的 这种这个猪脚的好处 就是这样子 它有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部分 好 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调这个蒜蓉 这个蒜蓉呢就是 把这个大蒜用这个擦板 给它擦出这个汁来 也不完全是汁 我们叫这个是蒜泥 擦出来的这个大蒜呢 变成泥状 用这个蒜泥呢来调 这个多少呢 也不是一定的 看是小孩吃还是大人吃 孩子吃呢 恐怕蒜泥就不敢吃了 就不要用那么多 好 那么这个呢 给它用姜油 给它来调稀 同时呢 还要放一点糖 这里呢是糖 这里是醋 这里是麻油 好 可以沾着吃 也可以给它拌着吃 最后呢 要加一点这个葱花 加一点葱花 要用这个葱白的地方 葱跟蒜的味道不一样 所以这个葱花呢 也给它加一点进去 还有呢 这里就是敢吃辣的 你可以放一点拉油在里头 这个大蒜固然是辣 这个拉油的辣味又不一样了 好了 就是这样子 那么把这个呢 放到这个里面来 好好的给它仔细的拌匀了 这个就是蒜蓉的这个猪手 那么我们为什么叫它猪手呢 因为用的是前角 这是广东人的叫法 这个前角呢 叫它是手 后面两只呢 才是猪脚 不一样 这种呢 很简单 如果你觉得太油腻 所以呢 这个猪手也好 或者是蹄膀也好 就用这种方法来吃 你就不会感觉很油腻了 而且是很下饭 当然配下酒 也是很好的一道菜 那么下面呢 等一会儿要给你介绍的 一个四川的 鱼香的蹄膀的做法 好 下面这一个呢 就是鱼香蹄花 我记得16年以前吧 做过这个菜 那么也曾经做过鱼香 其他的这个口味 其他的材料 那么鱼香的东西呢 我一再地说 它是四川菜里头 最能够代表四川风味的 一个口味 那么四川馆这里头呢 有一些 有很多是别的省份 所没有的一些调味的方法 好比说椒麻什么啦 或者是干扁什么 鱼香什么 宫宝什么的 那么其中呢 我觉得鱼香的味道最好吃 因为它所用的辛香料 非常的多 而且说炒出来之后的 那个红红的颜色 也很容易让人觉得 它是四川菜的一个代表 那么今天呢 就用这个猪脚 也就是前蹄来做 用整只的做 做一个整个的 也是很好 在请客的时候 大家用筷子 车来车去的吃 也很有风味 而且肉块大的 煮烂的这种肉呢 另外有一种这个好吃 那么今天是把它切成小块了 也就是你买一个猪脚 那么不管是前脚 或者是后脚 再另外加一些 这个蹄膀的肉 也可以来做 那么切的块呢 不要太大 通常呢 就是用筷子夹 不费力的大小 太大了又不好看 而且夹起来呢 又很笨重 所以呢 你这个切的时候 让这个卖肉的 给你剁的小块一点 那么这种 有的地方有骨头 有的地方没有骨头 并没有关系 切的小一点 现在这个肉呢 除了这个 这种蹄膀肉以外 也就是这种小块的 一块一块的就是 从这个前脚的这个上一段 切下来的这种肉 你也可以在市场里头 卖肉的摊子上看到 那么这种的拿来做 也非常的好 它是属于这个前脚的上面 拿掉的这个下面的一段 蹄膀拿掉以后的这一段 这种地方呢 也都是瘦肉多 而且呢 这个肉一块一块的 都是小件子的肉 那么里面的筋呢 也比较多一点 所以用这种地方呢 来做也很好吃 或者你买一只整只的前脚 那么分成两次来用 因为前脚通常呢 都在两斤以上 比较大 一次呢不要全部用 也是可以的 好了 那么就把它这样子切成 适当的大小之后 就用开水把它烫过 烫开水的时候 记得还是要放一点酒下去 才能够去掉它的这个腥味 好 锅里水开了呢 我们现在先放酒 这里呢是酒 好 就是这样子快的 把它大火烫一下 烫一下马上就好 因为这个目的是 洗一下的意思 虽然是说是烫 主要是把这个腥味去掉了 也就好了 这种带皮的这个猪肉 通常呢 都要这样子经过一次烫 如果你还是觉得不放心的话 你可以烫过了之后呢 再用这个冷水 泡在冷水里 再把它洗一下 再把它洗一下 好 就这样子洗过了 洗过了之后 把它捞起来瀝干 那么就开始来卤 或者是来烧 这种烧呢 也就是平常的 这个红烧的方法 只是呢 所放的酱油不要太多 那么卤的话呢 也是一样 不能用太浓的 太黑的 太咸的这种卤汤 这个卤汤里头呢 要加水把它变成稀释 或者从你的老卤汤里头 舀出两碗来 加上两碗到三碗的水 来卤这个 这个这个切好的这个蹄花 也就是这个猪脚 那么 卤得够烂了 要想要多烂 就把它卤到多烂 因为后来 卤好了的 并不会再去加热 或者是让它更烂一些 因此呢 你必须要卤到 你所需要的一个烂度 那么当然卤的东西 要记得要小火 免得这个卤汤呢 会蒸发掉 通常呢 像切的这样子 一寸半的大小的话 我想需要四十分钟 到一个小时 才能够卤得够烂 尤其是皮的部分 要够烂 才会有球 才好吃 那么这里呢 已经有一部分 是卤 一直是卤出来的了 那么这个卤好了的 如果是 光是这个样子 跟这个鱼香的料 拌在一起上桌 也不是不可以 通常呢 为了让它好看 我们把它再加工一次 这个加工呢 并不是很费时间 也不会很麻烦 就是用一个碗 或者这种的 或者是吃面的 那种大一点的面碗 把这个 卤好了的这个猪脚 让这个皮的部分朝下 整齐一点的块 朝下 排在这个碗里面 当然这个猪脚的脚尖 也可以放下来 那么就这样子 给它稍微摆一下 摆一下之后 给它上面压到 用一个碟子 把它压起来 然后呢 就可以这个上锅 给它蒸一下 这个蒸的时间 只是让它固定 让它固定 如果不蒸 光是压得紧 也可以让它这个 倒出来的时候 有形状 而不会散掉了 好 那么就用这个碟子呢 把它压一下 把它放到蒸锅里头去 给它这样子蒸 五分钟到十分钟 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要准备这个 鱼香的这个料 这个鱼香的料呢 通常我们是需要很多种不同的 很多种不同的辛香料 我常常说我们中国菜 离不了这个辛香料 什么叫辛香料呢 就是一般人说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桌料 做中国菜 一定要离不了这个桌料 这个桌料 有葱 姜 蒜 花椒 和辣椒 那么随便你用几种 在你所要炒的 或者要烧的菜里头 那么四川菜呢 就把这个辛香料 用得非常的多 随便一道炒的菜 它都会用到两种三种 甚至于四种 像鱼香的这个调味料 里头所放的辛香料 超过了四种 五种 有的时候全部都用上了 葱 姜 蒜 辣椒 花椒有的时候不用 所以这个辛香料 越多的菜越好吃 越够味儿 这里是葱花 不过这个葱花呢 最好用一点绿的地方 因为这个姜和蒜都是白的 所以这个葱呢 可以要用绿的地方 好 另外还要葱姜 姜 姜跟蒜 这里是一块姜 这个姜呢 是看它的嫩度 嫩姜的话就多放一点 老姜呢就要少放一点 剁碎 这是一块嫩姜 所以要放的稍微多一点 这里是大蒜 好 大蒜也是把它剁碎 姜跟蒜放在一起 因为它是一块下锅的东西 那么除此之外 所要用的这个调味料里面有 包括了辣豆瓣酱 这是辣豆瓣酱 而不是辣椒酱 豆瓣酱的风味比较好 不光是辣 另外还有香味 那么另外呢 需要的是糖 盐 醋 还有一点酒 胡椒粉 麻油的 当然酱油也要放一点 酱油要用淡色的酱油 才好看 因为这个鱼香 是尽量的要让它红 才会有鱼香的感觉 好了 那么现在呢 就开始下锅来炒了 好 把锅子烧热了 放油 先炒这个姜跟蒜 和辣豆瓣酱 油不要放得太多 一汤匙就够了 还要一点水 或者是高汤 好 油热了 最后开始放这个姜跟蒜 姜蒜炒香了之后呢 就放辣豆瓣酱 这个辣豆瓣酱放多少 这个看你敢吃多辣 这个没有一定的量 好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加半杯的高汤 或者是水了 同时呢 这个时候呢 要加一点姜油 这里是糖 糖的量比较多 相当多 好 这里是盐 盐不要太多 这里是酒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把这个太白粉加水 淋一点下来 好 这里是麻油 最后要淋一点醋 淋一点麻油 别忘了还有这个葱花下锅 这个就是鱼香汁 做好的鱼香汁 好 现在呢 把这个蒸好的这个猪脚 四川人叫它是蹄花 这个蒸好了以后呢 盖上一个碟子 把它翻一个面 翻一个面呢 就可以扣出来了 好 就把这个做好的 这个鱼香汁呢 给它淋在上头 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 吃起来的时候呢 酸 甜 辣都有了 这个我本人呢 很喜欢吃四川菜 所以呢 家里常常做这个鱼香的东西 做鱼香的风味的东西呢 重点呢 就在于炒这个辣豆瓣酱的时候 要在油里头多炒 越炒颜色会越红 而且香味会更香 那么把这个辣豆瓣酱 炒的颜色很漂亮了以后 才加汤 再加其他的这个调味料 那么鱼香的东西呢 当然空口吃是比较 太重 太辣 一般的呢 就是拿来配饭 旧饭 我觉得这个鱼香的菜 是很下饭的 那么今天很上个礼拜 一直都给您介绍的是 用这个猪脚来做的 下个礼拜还有一次 再介绍两种不同的 有名的猪脚的做法 希望您能够按时来收看 不过呢 现在的这个台湾的这个猪脚 也好 甚至于整个的猪肉 带皮的部分 都有一股腥味 所以我们必须要经过一次 这个烫水 或者是说这个多一点的酒 把它擦过 这种先处理的这个方法 这个很重要的 那么很多人喜欢用这个黑毛猪 实际上呢 黑毛猪呢 固然它的肉很好吃 但是猪脚的部分 我们主要是吃的是它的皮 它的筋 而它的这个肉并不是最重要 另外呢 我本人都不太喜欢这个黑毛 因为黑毛的这个毛 通常呢 扒不干净 皮上面看得到 一点一点的黑点 甚至于短短的那个毛的渣子 会让你觉得很恶心 吃 在看了以后呢 就不想吃了 所以我本人并不太欣赏 这个黑皮的 这个黑毛的这个猪肉 那么只要是干净 这种白毛猪 你如果把它处理得好 也是照样没有腥味 肉还是很好吃的 另外呢 就是要买嫩一点的肉 所谓嫩一点的肉呢 就是猪 不要买老母猪 那么这个猪到底是不是老母猪 或者是它是不是小猪呢 你就看看它的这个皮 这个小的猪的皮比较薄 而且呢 这个皮上面的这个毛孔比较细 甚至于说是看不到什么毛孔 而这个老母猪 老猪呢 它的这个毛孔比较粗 而且毛根也比较粗 那么看起来 肉皮整个的也厚 它的这个肥肉的层也厚 所以呢 很容易看得出来的 你买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好了 我们下一个礼拜 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 谢谢